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美元指数大幅攀升 现货黄金受到了打压 另外 当日公布的当周初勤失业金人数也表现亮丽 继续刷新了历史新低 那受此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美元指数在胜破101.77阻力后继续冲高 一举刷新了近两个月的高点至102.27 而且美国股市也自高位有所回落 而现货黄金当日下挫约0.36% 波动幅度超过200余点 在美联储官员鹰派言论的打压下 金价目前面临着一定的抛售压力 但是金价下修的幅度可能有限 因投资者仍青睐黄金 将其作为对冲全球不确定性和通胀上升的工具 那从当日具体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 美国截止至2月25日当周出勤失业金人数为22.3万人 大幅好于预期的24.5万人 创197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连续104周低于30万人这一分水岭 而这一连续周期为1970年以来最长 那在此前稍早公布的美国1月份PCE物价指数 和ISM制造业PMI乐观表现后 当日的就业数据再次表现强劲 给美联储3月可能采取的加息行动 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那ACY西万认为 美国1月消费者支出降温 对汽车和公用失业的需求下降 但通胀录得4年来的最大升幅 提高了美联储3月加息的几率 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在当日也表示 全球经济改善与美国稳健复苏 说明美联储很快将事宜的升息 那这番言论也被市场解读为 最早可能在3月份就会进行加息行动 鲍威尔是2017年票委 此前该官员一直较为中立 但通过昨日的发言不能看出 他也加入了鹰派阵营 那他还表示 今年3月份的加息理由已经具备 因为美国的经济保持着稳固的势头 4.8%的失业率非常接近就业预期 通胀接近美联储2%的目标 并且财政政策导致经济增长风险偏上行 所以今年三次加息依然是合适的 那综合来看 在过去的一个月 美联储目前17名官员中 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内的多位票委 都曾发表过鹰派言论 再加之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表现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3月的加息预期 由最早的14%概率 升至90%的概率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上 那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现我黄金在上个交易日 收出了一根大阴线 显示出前期在冲高预阻后 所爆发出的向下强劲动能 那此前金价虽然有占上 1252这一前期重要的阻力 但很快高位预阻回落 宣告了突破失败 进而使得价格在短期内迅速滑落 此前金价一直于1234.62一代进行调整 而在上个交易日 价格在跌至此位之后 也有一定的起稳 预计这一代将会成为金价短线的支撑 那目前临近周末休市 建议投资者冷静等待以观望为主 上方可留意1252的阻力位 如果突破则有可能进一步上探下一阻力位 1258 而下方则可关注1234一代 以及2月21日的低点 1225.85的支撑情况 好 护士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五3月3日北京时间23点 美国公布的2月RSM非制造业PMI 届时可能会对本周贵金属市场的收关走势 造成趋势性的指引 希望投资者不要错过 好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金价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